三國群雲戰系列是我自小玩過的奇夢遊戲之壹, 那個時候哪個網吧不安裝壹兩個戰爭的遊戲呢? 雖然我玩的是免費版,但是對其的感情毫無疑問是有的。 看著熟悉的三國武將站在戰場兩旁, 狂放技能,壹夫當關,萬夫莫堪的氣勢, 對年幼的我來說只有兩個字,牛逼。 它滿足了我對武將仙俠化的中二幻想, 比起光榮的三國制的神們, 這種誇張而宏大的戰鬥場面更足以吸引年幼的我。 所以現在的孩子看修仙的小說, 我壹點都不比試,還特理解,人不中二網少年嗎? 我到現在還妄想壹飛沖堅維護他喵的世界和平呢? 可惜的是,七代在2007年發售以後就再也沒有消息了, 我也隨著他的消神而逐漸成長。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遊戲玩的越來越多之後也知道了, 當年的三國青銀傳的戰鬥模式, 很有可能是抄襲了另壹個遊戲——榮之力量。 遊戲的例會大部分都是隨意參考了他們的年, 並沒有太多的講究。 所以說,很多的小人表面上是標榜講道理, 但壹旦有了情感, 那麽實際上極其有可能是不講道理的。 於是就會聽到自己的內心聲音了,是吧? 是有那麽壹丟丟了,但天下遊戲壹大抄嘛, 要是再被問及了就會喊道, 怎麽著抄就抄了,老子喜歡你管得著嗎? 雙標無處不在是吧,那誰也別臭誰? 真香! 妳咋不繼續做單機遊戲了呢? 07年是壹個分解線, 幾乎所有的中文遊戲製作商都決定放棄單機遊戲市場, 轉向了網絡遊戲。 大家所熟悉的仙劍昂爛了是吧? 炫煙劍也昂爛了。 連劍霞情緣都昂爛了吧? 不得不說,劍霞情緣的昂爛, 可能是所有單機IP轉網遊禮混的最好的壹個了。 《三國情緣傳》也不能免俗嘛, 也得Online壹下, 大家都Online了就代表了當時的生存環境 極其有可能是單機遊戲根本活不下去的。 宇峻奧金企業部經理郭明齊在採訪裏說道, 壹款單機遊戲大概要賣到5萬套左右才能小賺, 可是做壹款就要吃掉公司跌近三分之二的資源, 而這樣辛苦壹年的獲利卻比不上網絡遊戲的壹個月。 不論這句話幾分真幾分假, 但網絡遊戲是這些遊戲公司能夠預見的 可活下去的少數的幾個道路, 因此三國情緣戰7之後的8久久不見, 直到2018年才宣布了8的存在, 那麽07年到18年這11年的時間, 宇峻奧金幹什麽去了呢? 我就只能翻翻他們的官網了是吧? 好傢伙,除了幾個轉型的網友外, 最多的產品壹類是棋牌類, 另壹類居然是手遊, 而且手遊裏有很大壹部分是跟日本的遊戲IP進行在供的。 這……是吧,不知道該說啥好了, 只能說世道皆難吶。 如今遊戲終於出了, 作為壹個非專業的遊戲玩家, 我也只能很雙標的說, 咱不看妳的前世如何, 我只看妳今生怎麽樣。 遊戲好不好,拿到手瞧壹瞧吧。 好傢伙,我都拿到手一聞, 嗯……有那味的。 妳問什麽味呢? 就是技術是新的,但是思路是老的, 新瓶裝就久的味道了。 妳看看人物設計的臉盤, 以前是港台明星,現在是歐美臉型。 我再壹瞧, 宇峻奧金這幾年的手遊裏的作品, 表示理解,美工估計都畫習慣了。 雖然人物用了新技術, 理我而而地的動態化, 但人的表情依舊是僵硬僵硬的, 人物的動作依舊是絲繁絲繁的。 這就要畫畫二次元的手遊抽卡到老婆們的撫媚了, 比如明日方舟, 比如原神, 比如必然航線。 別看我平時雖然不怎麽說手遊, 但是從來不否認手遊是未來的趨勢, 壹旦手遊的盈利點不再執著於賭博, 內容不再執著於世界觀的幼稚化, 我説不定就會直接投入到手遊的懷抱裏。 《三國全英戰8》的境遇就如同所有老IP的復活所需要面臨的困境。 一方面,這些遊戲的製作組當然這麼多年過去了, 原製作組的人們可能早一次散了, 留下的僅僅是這個製作組的名字。 這些製作組吃著時代的紅利, 單機火的時候做單機,網遊火的時候做網遊, 手遊火了的時候做手遊。 當你覺得差不多了,以前玩你單機的人都老了, 可以賣情懷了,再想回到單機時, 這麼多年的單機遊戲的製作經驗的喪失, 不可能輕易彌補回來的。 你都退學了十幾年了, 還想剛回學校就跟著現役的學生比成績嗎? 單機玩家幾乎在這個時代裏是對遊戲最挑起最敏感的壹群人。 在西方單機遊戲的入境下, 整個中文的單機遊戲圈面臨了極大的壓力, 3A大作的質量與常年的打折幾乎是碾壓似的。 1分128的三國群英轉8, 比1分119的GTA5哪個好玩? 比1分127的53哪個好玩? 當然是後面兩個好玩嘛。 雖然表面上咱們與西方的單機遊戲都存活著, 但是實際上這幾年咱們的遊戲市場缺少了大量的自己的單機遊戲, 而我們玩家必須需要單機遊戲作為消遣娛樂, 你不來我就只能賣別人的了。 別人做的越來越好, 我們玩家的口味就越來越刁, 這可不是吃過山珍海味, 也還能吃窩頭苦菜,打的是口味差異。 而是發現我猜, 你這個系統我玩過呀, 我甚至還玩過更好的。 你這個故事我見過呀, 我甚至還見過更精彩的, 你這個角色不行呀,我還玩弄過更好看的。 我他們要的在五年前吃過的西方遊戲的那一套, 五年後你再以它們為模板, 做出來一套還不如他們的飯菜, 你讓我怎麼吃? 眼中飽含淚水的說,謝謝你真好吃呀。 買單都是給你面子是不是? 當然了,很有可能你賺的就是我買單的這個錢, 也就是情懷。 近20年的全球化讓玩家張開了眼, 你一個遊戲的推出再也不是跟中文圈的遊戲裏互相殴打了, 而是直接與全球的遊戲互相殴打。 你是加強版還是續作版? 作為吃過單機紅利的宇敬奧丁, 不論是他騎駕的三國雀鷹賬幻想三國志還是絕對雙交, 其實我都玩過,這個遊戲公司是有才華的。 但當你退出單機市場的那一刻, 去別的領域玩了十幾年, 再回來時, 就不是那麽簡單的就能把單機遊戲做好了。 當然了,究竟是因為公司內部有人想要重建項目, 還是資本嗅到了單機復蘇的味道, 咱們自然是不知道了, 很明顯的是這壹次的8制作並不是很成功。 壹方面,優化了畫面特效讓其往這個時代上靠, 對我而言,這真的不知道該說他好還是說他不好。 我要說8比7的畫面又好又棒, 這他喵的不廢話嗎? 他能比7的畫面還差嗎? 你總不能驚訝壹個人18歲時, 居然比14歲時又高又壯了吧。 說他不好是因為8的畫面在如今的商業遊戲的水平裏算不上上程。 這種順應了時代的步伐根本無法去跨, 而是你本應該如此。 比起7裏十分簡化的把角色丟到內政、建設、訓練裏, 讓其自己發揮才能, 到了8時反而模仿了三國志有了內政建設系統。 遊戲裏給了你兩個選擇, 要麽是你手動建設,要麽是你選擇俯塵, 你可以讓俯塵幫你提案, 然後你確定是否執行, 你也可以直接讓俯塵自己主動執行。 但內政系統的回饋率並不高, 據點並非是通過單純的金錢, 而是需要農業、商業、技術三個維度。 這三個維度不能手動加速, 只能每個季度自動提升。 也就是說這是壹個大大的Loading系統, 你的內政建設基本上是個擺設, 沒有太多的可造作性, 與玩家的遊玩思路上沒有太大的關聯。 比起7裏把其作為單一的維度的直觀展現, 8則是把其當作了立體的維度展現。 但是可惜的是這個立體是壹個空架子, 只有有,但是不能玩啊。 你知道我玩到這裏時我看見了啥了嗎? 我看到了手遊的思路, 系統複雜化,但是複雜程度卻簡單化, 讓其有收益,但是想要收益有效, 必須花費時間置變。 於是自動化與消磨時間的升級就出現了。 果然哈,與郡奧丁這幾年的手遊不是白做的。 戰鬥系統與7稍有差別, 比如戰鬥的單條可以觸發在對戰的畫面裏, 武將技的快捷艦,戰鬥上容納不下來的武將可以快速出戰等等。 如此壹說,其差別似乎又與7差不了多少。 與7說8是續作,更不如說是7改進後的威力加強版。 於是這個遊戲就提出了壹個問題是吧, 究竟壹個遊戲做成什麽樣子才能算作續作呢? 大家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腦袋懵不懵, 不知道哈,反正我是懵圈了。 我們並沒有壹個客觀的標準來定義壹個遊戲, 是否應當作續作還是戰鬥版。 如果這壹次的三國群雲戰當作了7的高清重製版, 而不是續作的8, 我相信根本不存在如今這麽多的問題。 以生化危機1為例子, 所謂的續作應當是故事的延續, 遊戲機制的加深到了4代甚至是整體操作的改進, 妳可以發現其整體的進步。 以最終幻想為例, 那就是在RPG這個體積下, 不停的優化與深耕自己的戰鬥系統, 從回合制到ATB, 從戰裝到去年的FF7的人物的動態移動的攻擊, 通過水晶神話召喚獸作為整個系列的核心點, 互相打通, 以三國製設類與三國群雲傳最接近的類型。 它的續作也在不停的改變, 尋求體驗上的不同,甚至還會反覆橫跳。 我們列舉出來的許多有名的長系列的遊戲作品後, 都會發現其壹個特點, 就是續作與前作需要有著幾乎不太相近的遊戲體驗, 並在某壹個方面上繼續神話。 連三國無雙都敢開放世界對不對? 不管人家做的好不好, 但人家確實這麽做了。 但三國群雲傳7到8的轉變, 除了技術上畫面的變好以外, 其遊戲的核心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變與更具深度的變化。 當然這都是主觀的, 取決於妳對壹個遊戲的需求。 我也相信許多人認為8只要有壹點改變, 那麽就可以是當做壹多,並沒有什麽問題。 但對我而言,如果只有壹點改變, 為何不叫做加強版呢? 我在說這麽多是要否定製作組裏的人員對8的付出嗎? 並不是。 我是在說整個遊戲的方針出現了問題, 當妳壹個修了學的公司重返單機校園後, 妳不嘗試用新技術複刻壹下自己的經典作品, 以來練手,讓妳的製作團隊熟悉壹下, 如今這個時代的技術, 讓妳那個團隊裏的頭頭把自己停滯了十多年的單機遊戲的製作思路在與時俱進壹下, 反而是壹上手去幹它那樣的新作。 等妳讓玩家拿到手後,發現新作的遊戲並沒有跟上這個時代後, 除了砸了自己的招牌外,妳還能起到什麽效果? 連壹直堅持在單機的仙劍與薛音劍等老IP的思路都無法有效地跟進時代時, 三國群雲傳妳們這個製作組又有什麽樣的信心能夠保證自己壹錘子就能砸出壹個坑呢? 三國群雲傳8的推出後產生的問題, 我認為是所有想要回歸單機市場的老製作組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想要返回戰場,好歹也要練練手啊, 妳的經典IP重製不就是最好的練手嗎? 日本那群遊戲公司整天復克萊夫妻是在幹嘛呢? 不就是在新技術未到來前自己的新IP沒有好的思路時, 通過把經典的遊戲用當下的力量重製, 好留下更多的時間思考與學習嗎? 無論是妳製作組的友愛還是妳製作組公司背後的主力, 不去後機勃發,單純想要靠暴力盈利這可能嗎? 當初的正版市場機型盜版成為了製作組無法活下去的壹個因素, 如今的正版市場逐漸恢復, 下壹個成為單機圈裏仍舊無法存活下去的原因之壹, 會不會是製作組無法做出大家滿意的遊戲了呢? 這個時候我就想起了世家在去年推出的另壹款續作遊戲《櫻花大戰》了。 作為壹個經典IP來說,它的續作效果並不好, 針對的只有那些核心系列的玩家, 並且櫻花大戰的製作人明確地說了, 就是為了老玩家而做的。 但當壹個遊戲只為了自己的核心玩家, 無法融入新的血液時,它就必然會消亡。 問全哪得清如雪,唯有源頭活水來對不對? 沒有新玩家與新血脈的注入,老IP自然會消亡。 於是我們就要問三國群英傳8了, 妳是為老玩家還是為新玩家? 為老玩家的話,妳為何要修改原系統,讓其手游化, 而不是神話原有系統, 為新玩家,妳這個遊戲的質量火得住新玩家入場嗎? 這指代的不僅僅是三國群英戰, 還有我們那些壹直心心念念的老遊戲, 重規可以,但是要想壹下, 妳重規的能力適合續作還是重置? 畢竟十多年都過去了呀, 時代真的變了,大人。 妳所針對的那些玩家都已經成為了老油條了, 妳還把他們當孩子看,就是妳的問題了。 最後,這壹期我們借助三國群英傳8發射後產生的影響來討論了壹下, 為什麽現在這些遊戲總是玩起來不對勁, 壹個是因為我們見過了玩過了許多遊戲, 另壹個就是製作組確實沒有做好, 在西方遊戲精良與低價的情形下, 對咱們的遊戲市場進行了大量的傾銷, 雖然GTA5是八九年前的技術, 但是至今妳也不敢說, 仙劍、軒源鍵我們標杆的IP星座就能夠超過它的技術。 所以說EC-GO是真的存在的,當清朝的鴉片戰爭後的產品傾銷, 老百姓根本抵擋不住老外的東西就是好,就是便宜。 雖然如今我們日常用品的質量可以與西方打拼, 但是我們的文娛產品仍舊處於被西方傾銷的階段, 不論原因為何,現狀就是如此。 即便單機市場的正版率不斷提升, 任何想回歸的製作組真的要好好思考壹下自己的回歸方式了, 究竟是以經典IP的重製化在產品補典的情況下進行練習與學習, 然後小心翼翼的嘗試長線深耕, 還是上來直接衝塔,壹個續作出場, 但是卻不具備如今中上有的水陣,打算撈壹票就走呢? 犯了錯的明星付出還講究策略呢? 不能壹個人衝到底呀, 如果打準了主意就要衝塔, 也請注意,買妳遊戲的人不再是孩子了, 跟妳壹樣都是成年人的, 我們不再是看妳說了什麽,只會看妳做了什麽。 誒,說多了也是痛啊。 我是狗哥,感謝妳的觀看,我們下壹期再見,拜拜了哦。